再來看到的是名醫 江坤俊呢 他日前被週刊拍到 跟女護理師是過剩的親密 而且兩個人似乎還在外面過夜 雖然江坤俊的妻子劉令勤 他對外是冷靜處理 還說老公其實每一天都有回家 不過其實根據了解 這個劉令勤他私底下的反應 整個人是氣渣了 已婚名醫 江坤俊近日遭報 與一名首女護理師約會過夜 雖然他的妻子劉令勤 聲明江坤俊每天都有回家 對外力挺老公 但根據《鏡頭刊》報道 劉令勤私下簡直氣詐 這名首女小三還擺出正攻姿態 回顧劉令勤過往上節目 就說過江坤俊在家不做事 不僅東西亂丟還不會收拾 江坤俊也曾報 老婆劉令勤這個名字是改過的 因為命理師說家庭會興旺 但代價是身材會變胖 為了這個家 劉令勤實在付出 犧牲許多 但在江坤俊的臉書 卻有網友留言表示 飛文早在醫院傳開 因為小三很囂張 常不自覺擺出正攻的姿態 好像怕別人看不出來一樣 讓律師李怡貞看不下去 忍不住狂酸 職場綠茶表 要當小的就要有當小的樣子 對此江坤俊和劉令勤昨日共同聲明 目前家庭狀況一切良好 感謝各界關心 傳聞到底是真是假 恐怕只有當事人自己最清楚 對於週刊爆料 江坤俊的經紀人則是表示說 雙方都只是熟識的同事啦 他的家庭狀況是一切正常的 而江坤俊跟他的老婆劉令勤 兩個人曾經一起上節目 分享他們的戀愛經歷 他還透露說 是自己主動追求劉令勤的 而且呢 兩個人的愛情長跑13年 到後來感情已經昇華到 像是家人一般了 他更坦言說 其實自己身邊誘惑非常的多 但是呢 最後他還是決定取回劉令勤 就是因為只有對方 可以穩住他的脾氣 江坤俊和劉令勤 曾經上單身行不行 分享他們的愛情故事 他就透露說 當年劉令勤異性緣極佳 苦苦追求才成功得到芳心 而在交往之前 他得知劉令勤 給其他男生騎車接送 頓時促進大發 但是劉令勤知道之後 並沒有生氣 反而是向他冷靜道歉 在節目當中 江坤俊也坦言 兩個人交往到後來 感情就像是家人一般 再加上自己頂著 醫學系的光環 身邊誘惑頗多 但是因為老婆 很能穩住他的情緒 讓江坤俊認定 要娶回家當老婆 他說 他在我氣頭上 完全不會跟我吵 會先幫我hold住 兩天之後再解釋 更坦言 家裡的大小事 包括了薪水 全部都交給老婆處理 自己只需要 好好當個醫生 江坤俊說 他可以讓我有很大的舞台 沒有後顧之憂 我對他滿有一種信任感的 而節目當時 一旁的兩性專家也大讚說 劉令琴夠大器 有格局 是屬於自我肯定的女人 轉換焦點來看到的是財經消息 相信今天有很多投資人應該都high翻了 因為這個護果神山台積電 今天的股價竟然衝破了1000元 那麼最高呢 這個盤中目前最高是來到105元 整個是大漲了26元 讓許多投資人應該都是非常的興奮 台積電今日股價突破千元大關 早盤最高來到了105元 而回顧台積電今年股價走勢 從1月2日開盤593元起 在AI利多的加持下一路飆漲至105元新高 漲幅將近7成 除此之外 台積電更是越越收紅 曾經在6月寫下單月大漲17.7%的紀錄 而截至6月28日 台積電的股東人數已經突破了124.6萬人 除了台積電大漲突破歷史新高之外呢 名列黃仁勳概念股的會友也是連續漲停喔 他從4號一開盤的時候 他就再次跳空漲停到了108元 衝破了三位數也寫下了歷史新高 因為他從5月31號的收盤價25.8元 一路上漲到今天108元 短短一個多月 他就大漲了將近3.1倍 還被證交所盯上列為是注意股 備受關注 回答共同創辦人 即執行長黃仁勳 6月2號演講的時候 就大力稱讚台灣供應鏈 並且秀出了 將近40家的台灣廠商合作夥伴 AI地圖 當時會友還是名單內 股價最便宜的個股 儘管概念股漲勢也停歇 但是名列其中的會友 卻然持續的跳空漲停 從原先5月31號 收盤價25.8元 出現了連續9天亮燈漲停 光是6月漲幅就高達187% 雖然會友在6月中下旬 被關緊幣列為處置股 但在7月1號出關之後 他也一度重挫將近7% 不過當天盤中 他仍然強拉到漲停價81.4元 近期外資又對會友情有獨鍾 連10個交易日買超 三大法人合計買超906張 而證交所在7月3號也公告 將會友列為注意有價證券資訊 會友最近6個營業日的累積收盤價 漲幅高達32.68% 而且7月3號的成交量是最近60個營業日的 平均成交量的6.31倍 最近30個營業日起起2個營業日收盤價 漲幅高達283.62% 會友主要業務是工業電腦 影像分析 所屬的產業是光電業 近年他往車載領域轉型 聚焦在智慧交通解決方案 從2023年已經連虧7年了 不過目前看到營運從虧損逐步轉營的跡象 累計今年前5個月營收1.89億元 年增22% AI概念股的股價是不斷的飆漲 不過其實經濟部長郭智輝最近就有說到 其實現在AI這麼行 但是卻都沒有就是要在增色電廠這個事情 對 那麼最近這個停電還有跳電的事情也不斷的在發生 雖然說就是經濟部長是不斷的強調說台灣不缺電 但是就在昨天今天凌晨的時候 台中市的南屯區就出現了無預警的大停電 造成了2000多戶受到影響 而不少居民在睡夢中都被熱醒 台電就說了這一次會跳電停電呢 是因為有老鼠爬上了電線桿 台中市南屯區今日凌晨無預警大停電 不少居民睡夢中被熱醒 也有新手媽媽故娃到半夜 卻沒有冷氣沒有電扇熱到崩潰 台電台中處表示 凌晨接獲員警通報電線段落 立即派越至現場出力 經調查後發現原來是老鼠爬上電竿 咬斷高壓電線 人員頂達後立即展開搶修 於一小時後恢復供電 總計供2093戶受到影響 沒想到造勢的老鼠被發現時已經慘遭電死 台電也強調停電造成民眾不便 本身感抱歉 除了今天凌晨因為老鼠導致大家停電之外 你知道嗎其實從進入7月今天才7月4號 到現在呢各地發生了多起停電事件當中 就有三起是因為動物太調皮才會導致停電的 像是桃園連續兩天7月1號7月2號停電都是松鼠害的 而在新竹7月3號停電則是鳥害的 他不管你跳不跳電 他也不管你什麼小鳥或者松鼠影響到這個斷線 嚴嚴夏日來襲民眾最擔心的就是缺電 現在7月才過了4天 各地就發生多起停電事件 其中有三件都是動物太調皮 新竹琼林鄉昨天傳出停電 罪魁禍首竟然是小鳥 而桃園則上演兩度停電 一號清晨顯示衛福布立桃園醫院停電 二號又輪到中立八德區 這一切都是因為小松鼠來搗亂了 對此作家飄浪島嶼前天在臉書嘲諷道 難道松鼠是潛伏在台灣的第五宗隊嗎 只會破壞一般城市用電不破壞工業用電 但也有網友說其實全球電力網路都有一樣的困擾 只是排名第一的是蛇不是松鼠 我現在只是因為媒體的報導 反正好像他每天看到都有個跳電 但是如果以過去的資料來講 我們大概已經降了差不多七成的這個跳電 其實早在今年4月22號王美花在任的時候 經濟部就在臉書發文批評媒體 一直報導調皮小動物 而國民黨立委楊琼英昨天則批評政府 每天都有行李遊出爐 不管是移工政策還是小動物設備爛 但問題始終沒有解決方法 未來缺不缺電 缺電電力是不是缺少這個 8月以後肯定跟委員報告是不會 如今政府打包票未來會不會缺電 還有待日後見分享 最近台灣的天氣真的像是烤紅薯一樣 如果說你在家裡沒有冷氣 沒有電風扇可以吹的話 真的會很熱 那大家出門在外的時候 也要小心會因為這個連熱的天氣 而導致中暑了 在烏日區有一名729歲的張姓男子 他騎著腳踏車外出減食回收物 沒有想到因為真的太熱了 他不敵這個高溫曝曬 最終是因為暈到跌坐在人行道上 而當時正好有一名從彰化騎機車 要到大禮面試的張姓女子 他當時就發現這名張姓男子 還是一動也不動的倒在人行道的地上 他以為他被車撞了 於是是立刻報警 錦霄趕到現場之後 將這名張姓男子送醫 現在沒有了生命大礙 而對於不顧面試 會遲到救人要緊的張姓女子 錦霄也是對他大大稱讚說 心地善良 相信面試沒問題的啦 短髮正妹頂著大太陽 向警方說明救援情況 證明張姓正妹日前 從彰化騎機車到台中面試 行進屋日驅時 發現張姓阿公疑似不敵高溫曝曬 暈倒碟坐在人行道上 他不顧面試會遲到 人緊急下車關心 並報警求救 對他 我不知道他是怎麼騎 反正看到就是這樣子 哦好 所以說你那時候就好心 就報警來處理就對了 對 好像很好 看他坐在這裡 對對對 不是辦法 警方發現 79歲的張姓阿公體溫高達38.5度 初判未熱中暑 左姓送醫治療後沒有大礙 遠景非常感謝幫忙報警的正妹 大力稱讚他 心得善良 面試一定沒問題 感謝這名正妹的還有阿公的家屬 他們直說阿公的記憶力大不如前 中午趁家人不注意騎腳踏車出門撿回收 結果熱到暈倒 非常感謝正妹和遠景幫忙 還沒有釀成意外 才沒有釀成意外